万病生鱼,鱼肚加速衰老医生章重景,在伤寒论中将身体的鱼肚主要分为三大类,鱼血、水湿和食鱼,中医有这样的说法,万病皆生鱼,人衰老的过程就是经络不断鱼肚的过程,人到了50岁的时候,全身鱼肚大概能达到50%以上,这时候人体开始走向快速衰老。 人之所以疼痛不畏,患的疾病不同,就是因为不同的地方被浴血堵塞,浴血还和哮喘,牛皮血,抑郁类疾病,复刻疾病的关联很大,水湿和脾胃腺脏的功能,肌肉类疾病,黄斑病等关联很大,食欲和心血管疾病,胆脑营脏疾病,创丁雍龙类疾病的关联很大。 前人云,癌流者,非阴阳症气所结,来武藏浴血浊气弹制而成,毒和瘾是人体内的垃圾,时刻都会产生,身体一系列瘾毒,会使脏腹功能失调,气血剥合,凑邪积聚,渐进积累就变成啊,如何自查是否有瘾毒衣食欲,头发和面部已出油, 经常有心烦的状况,大便粘腻,胃腹不胀满,脸上看上去粗糙不干净,祸肠横瘦,午后乏力,不休息一会下午就很难受,一磨牙,大喊,说梦话,鼻息粗重,屁多,为何会出现食欲呢? 无非是现代人过于贪吃,伤了肠胃,导致体内着物从生而成,从人体生理而言,一切不该有的,或者多余的东西皆可治病,所以有句俗话说,病是吃出来的,中年人从来就是食欲的主力,他们经历过食物匮乏时期,对食物很偏执,且大都有一些错误的健康观念, 比如说能吃就是健康,连得两高血压,糖尿病这样的富贵病都还敢去健补,青年人中时期的情况有愈加增多,因为社会就是宣扬至乎无罪,二,水师,五官,四肢浮腫,另外不想动不想说话,舌白蛋胖呢,舌边有齿痕,眼带重,小便不利,慌胆,心下满温,很可却不想喝水, 互想喝水,喝了却不解渴,还未负账,现在人听星巴背水排毒理论,其实有些人并不适合毒喝水,会导致中交水师同级不计划,形成失症,不运动是造成水师的主要原因,另外思虑都也会导致失毒,所谓思伤脾,脾伤了,水列计划能力就弱了,三,血雨,血雨产生的原因,一是外伤, 比如流产,偷腹产,二是受寒或受热,吃带热则行,得汗则宁,食冷饮冰,垂空小冷气,单一包括都是病饮,不过热血损伤血脉,则血脉无以用恶淫血,血液失去运行之道而流止不行,也会成为淫血,三是情绪不稳定造成的, 若情绪欲结,气息不畅,都会造成血液运行不畅,二九排三一,一九除十一,去十一切不可乱用腺药和排素变产品,这样会伤害脾胃和筋血,过后会更容易便秘,能用腺药的只有热性便秘,这要在准确辨证的前提下, 其实排着物,老祖宗的方法就很有效,而且辩证调底,才是真正的科学疗法,面红心乏或口干口臭的属于热泥,排便困难,协附平温的储气泥,阴虚,形体消瘦,大便干结如羊粉,头晕目眩,血虚,大便干燥,面色无华,心际血液,便秘主要九天书,上句虚,大长数, 比如,如果是热蜜配水池,气蜜配汽含,血虚配汽含,应需配翻阴胶,二,酒出水湿,湿气重的人普遍皮脏功能不好,食疗稍有不对,还会加重脾胃负担,爱也有自动找水的功效,爱酒的开余,补养气作用,可以快速润化湿气,蒸腾湿气,就像太阳蒸发湿气,道理是一个样的, 经常爱酒几个健脾缺失瘦位,如皮鱼,中矮,足三里,风龙,阴灵瘸,不出二月,就会有明显的改善,并能提升身体元气 三,酒出浴血,爱酒能温通经络,活血化鱼,而且人体上自带几个活血化鱼的瘦位,就类似于当归,蜜亩草,甜溪,它们之间相互衔接,与内藏存在密切关系 活血化鱼,爱酒药学,个寿,血海,吃食,三阴交,腹瘤等,爱酒这几个瘦位,利用爱酒的温热作用,可以促进中心血液循环 活血化鱼,建议,最好就医辨证失质,如果能结合瓜沙,八罐,推拿和汤药来进行综合调理,效果会更快更好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